来天亮的 起床了兄弟们 来大家把脸洗干净 清醒清醒 估计今天又是恐惧的一天 平头今天我们能走出去吗 估计是够腔 哎那咋弄啊 要不我下去弄点吃的吧 行啊 这红树林里面最容易捡到的 就是这些牛角楼 你看 这里也有 咱们多捡几个河路上吃 来来看这是个啥 哇中华后啊 不过这玩意呢 它是受保护的 来咱们给它放了 走吧 哇天哪 什么都砸到我脚了 哇我都好痛 妈呀 走吧走吧 来大家简单的补充一下 赶紧吃 吃完了我们好上路 每次吃这个牛角楼啊 都很像我们老家 菜园子的这个黑球影 这个味道啊 吐心吐心了 太上头了 来吧这还有几个 我们把它收拾一下 留在路上吃 在临走之前啊 这个火种还是要保存一下 走吧 我们准备出发 哎小叶 那脚能行吗 没事吧 疼他是有点厉害 哎呦我去啊 这袜子都搞过口子 估计是被壳子搞的吧 那今天还得赶路啊 亲爱的 怎么了平头 你去把咱们之前床上脚的板子拿过来吧 好 来来来来 你的脚也不能泡死呀 这样吧 我从这个板子给你做个滑板 行啊 正好在上面呢 有几个烂钉子 把它钉在板子上面 给你做个扶手 这样的话你好扶着 下面呢 再板块泡沫板 减少摩擦力 来吧小叶 趴上来试一下 行 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还可以 来吧亲爱的 我们准备出发 现在呢 等我一下 我先把手表戴上 这样在拎子里面 我们可以接触太阳光 用在辨别方向 有啊看着可以啊 在哪里搞的呀 是吧我在兜入手的 款式十分大起 而且价格划算 只要一百多 好处前要帮我健庇过的 不出发 可以啊 下次回老家借我带两天 行啊 那走吧我们出发 好 来吧兄弟们 我们现在呢 遇到一个问题啊 前面有一条河沟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如果我们呢 从这里啊直接穿过去的话 过去 这个水太深了 而且这个下面啊 全是淤泥 中间这个水流也太急了 走吧 先上去 我刚才呢看了一下地图 有两个方案呢 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呢是从这里直接穿过去 可以大大接受我们的路程 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绕过这条河流 从红树里里面走 要多花费两天的时间 平头啊 现在不想在这里面待了 咱们直接穿吧 那行吧兄弟们 咱们看看 好 看到没有 这边上有很多这种矿泉水瓶子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把这些塑料瓶子 还有这些泡沫球的 都给它捡起来 咱们用这些材料 做一个筏子从这里穿过去 亲爱的啊 绑坚实点 马上天黑了 咱们抓紧时间 收集材料 加上制作筏子 一共耗费了我们四个多小时 总算是刚好了 上面再铺一层树叶子 这样做得舒服一些 来吧亲爱的 我们把它塑到水里面去 OK 我们上船 来棍子给我 把火种拿下来 走我们出发 哇 天已经黑了 说实话 晚上走在这种核锅子里面 我的心里面 还是有一些忐忑 因为在这种陌生的环境 里面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 借着朦胧的叶射 我们只能加速前行 兄弟吧 天已经黑了 让我们加一把劲 滑一滑 马上到对岸了 来 我们终于到对岸了 我们准备下船 把它拉拉上去 哎呦